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吐银奏法 吐银也就是银头 也有叫启吹和启音的 说的都是声音的开头部分 吐银有十几种甚至于更多 我们现在主要介绍几种常用的吐银奏法 第一种是自然启吹 也叫简单启吹 具体的要领是这样 时间顶住门牙的后边 深吸一口气 闭上嘴 当你往往吹的时候 时间突然离开牙齿 使气流冲出去 从而引起嘴吹的震动 发出你所需要的声音 现在我做一下简单的启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吐银的时候 舌头在这个过程中 它起到一个发门的作用 也就是开关的作用 一定要有用气带动舌头的概念 做任何吐银 舌头都不要太僵 应该用气带动舌头 这是第一种自然启吹 下面介绍 保持音的做法 当您在谱子上看到音符上方 有带横杠这种标记的 就要求您把这个音符吹得尽量饱满 也就是把音符的尽支吹够长 在吹的过程中 舌头的动作 舌头回来的动作 稍微要慢一些 柔和一些 我吹一下保持音 舌头回来的动作 这种吐银和这个简单启吹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简单启吹 舌头回来的稍微快一些 那么保持音的做法 舌头回来的动作 稍微的柔和一些 把音符吹满它 这是保持音 下面介绍跳音奏法 跳音也就是音符上方 带有点标记的音符 用到这种标记 就要求你把这个音符 要吹的短促有力 而且要富有弹性 从理论上讲 从理论上讲 吹多短呢 应该是吹这个音符的 湿支的一半 也就是二分之一 比方说 四分音符上方 加一个点 就应该吹成一个八分音符 修纸一个八分修纸符 如果是 十六分音符上方 加一个点 那就应该把这个音符 吹成三十二分音符 再修纸一个 三十二分修纸符 我现在做一下 跳影的示范 三十二分音符 吹出的音符呢 应该是短促有力 还要有弹性 在吹这个跳影的过程中呢 舌头回来的动作 要快一些 气给的短一些 这就是跳影的奏法 下面介绍 加重音的奏法 如果你在 谱子上看到音符上方 带有这种倒三角 这种标记的音符 就要求 你把这个音符 应该吹得 结实 有力 吹的时候 用气 应该饱满 特别要注意 气的爆发力 在吹的时候 这个舌头的动作 舌头不要僵硬 看着刚才我讲的 用气带动舌头 加重是以为气给的 凹满 坚实 而不是舌头 很僵 我现在吹一下 重音的奏法 下面介绍一种 连段音的奏法 连段音 就是音符上方 既有点 又有大连线的 这种标记的音符 那么演奏的时候呢 应该 处在这两者之间 适连 非连 适段 非断 我现在做一下 连段音的示范 最后两件 就是连段音的效果 如果是 把连线去掉 那又是另外一种效果 跳音的效果 所以吹的时候呢 要注意把这个 跳音和连段音 要把它区分清楚 以上我们讲的 是几种常用的 吐音做法 还有很多种 等你的这个吹奏技术 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再足够的去掌握 谢谢大家